因應農曆春節 北北基同步實施計程車春節運費加成 從2月7號臨時開始 到2月16號24時為止共計10天 每趟加收20元 駕駛需使用新式計費表內建功能選取春節加成 若未選取 人得一跳表金額向乘客收費 不得額外加收 這邊要特別宣導 就是針對駕駛的部分 我們提醒駕駛朋友要針對新式計費表上面有一個春節加成鍵 這邊要按下加成鍵之後 才會每趟次加收20元 那如果駕駛這邊忘記按的話 我們還是同意以跳表金額這邊來做收費 所以忘了按的話 這部分就一樣是 就不能加收20元 那另外宣導民眾乘客的部分 就是搭乘的時候 就是同意以跳表金額這邊來做支付 所以如果駕駛朋友有這邊額外說 要照表再加收20元這個部分 基本上就是不符規定的 那我們就是民眾統一以跳表金額這邊來做支付 也可以避免一些消費糾紛 疫情關係 影響民眾搭乘計程車意願 交通局呼籲駕駛除了要確實戴口罩 多留意體溫狀況 也要加強車內消毒 落實防疫工作 就計程車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就是有透過一些交通部這邊有提供的一些管道 我們之前有提供一些口罩 那透過公公會跟車隊這邊協助 就是販售這些口罩 讓計程車駕駛朋友比較容易取得 那另外在我們計程車休息站的部分 我們也提供免費的漂白水這邊 讓駕駛朋友在休息的時候也能夠針對車輛的部分 能夠做一些消毒的部分 那另外也透過公公會跟車隊這邊來協助宣導 那我們其實請駕駛朋友這邊也是要每天就是要注意自己的體溫變化 那另外針對車趟服務之後 那要盡量做車內的消毒這部分 那確保乘客跟駕駛這邊的乘客安全 交通局表示 春節期間若民眾遇到駕駛超收車資或聚在情形 可向公運處或警察機關檢舉或撥打1999專線申訴 記者林奇惠 台北報導